热情工艺的花莲四面佛工艺团体捐赠爱心伞给花莲施工所 魏嘉贤市长向主委徐晓勇以及志工们表达感谢 他说这片爱心伞将会放在花莲的食物银行 提供给来领取物质的民众若逢下雨及时之用 四面佛工艺团体主委徐晓勇协同多位干部 送了50把爱心伞给花莲施工所 徐晓勇表示 这次他们订了600把爱心伞分别送给花莲县政府 花莲市工所 吉安湘工所 还有境内派出所等 希望可以为洽工民众提供遮余使用 我们总共有做了600支的雨伞 送给花莲市 还有吉安湘全部的派出所 还有凤林分局 还有官务派出所 还有吉安湘工所 还有花莲市工所 还有送给花莲县政府 希望这些雨产可以辨民民众来这边洽工 还是来这办事情的时候 如果碰到雨的时候可以使用 还是我们的公务人员要洽工 要出去的时候 刚好碰到下雨的时候也可以使用 市长威嘉贤亲自颁发感谢状 感谢四面佛工艺团体热性公益 那今天非常谢谢我们四面佛 许向主委跟所有的委员来到花莲市工所 来捐赠爱心伞 那其实也谢谢我们四面佛的所有好朋友 长期以来对于弱势 也对于花莲市工所一些关怀的个案 都有做一些协助跟照顾 那我们也希望说未来有更多的机会 可以跟更多的团体来做相关的链接 在此也要特别谢谢四面佛团体 对于这次的爱心伞 我们也会将把它放在食物银行 未来方便这些需要的一个家庭 来领取相关的物质的时候 也可以有一些及时的伞 那可以方便他们出入的时候 能够更安全更安心 再次要代表花莲市民 谢谢我们四面佛团体 也希望未来每一个需要照顾的人 都能够得到妥善的照顾 这次捐赠的爱心伞 市工所将会放在食物银行 民众来领取物资时 如果遇到下雨就可以就近来借用 免得领雨回家 而市工所未来也会和多个社团 或者是社福单位合作 透过社福平台管道 一起来关怀弱势族群 这里会换市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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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党 按照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党